大家好,我是谢时龙哥 今天又来到礼拜五 那明天就是愉快的周末 那今天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Beholder 最新的稳定器 那它是目前 那个 Beholder 这家公司最新立作 那也算是 EC1 在进阶的版本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手上这一个 先开机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体积 它有明显的稍微变大了 那它有改进哪些重点呢? 就是它本身以往就是 EC1或是DS2A 它们都是大概只有载重在2公斤 那对一些比较稍微重度一点的 用户它可能需要 比如说我用到C100 或是FS5的用家的话 它无法使用 那现在这一款呢 它可以载重到3.6公斤 所以说在基本上 一些 从单眼相机一直到 比较专业一点的摄影机 它都可以使用 那再来就是 因为它为什么可以使用到 比较高阶一点的摄影机 是因为它在设计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在调整的范围上面 它都加大了许多 那比如说以横向来讲 它可以调整到7公分 那上下的重心调整 它可以到3.5公分 那横向的这边 好 横轴的这个 它可以到2.5公分 所以它可以调整范围 算是蛮大 那再来就是 Beholder Pivot 这一款 它终于在这个机种里面 它终于加了APP的功能 也就是说 之后各位玩家 它都可以用来调整它的稳定的参数 比如说我要调整它的速度 或是调整它的一些模式的一些顺序 好 那在后方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把后方这边的那个之前的按键 也做了一些设计 好 视窗上面 它更容易显示 目前的状况 这是电池 好 那如果按模式的话 它会显示它目前操作的 模式的画面是哪一种 好 那右手边这一个呢 红色这个就是开关按键 好 那再来就是 握把部分 它变得比较粗壮一点点 好 那上面它有做了一些探纤的纹路 那整个握杆上面的也还蛮舒适的 那再来就是 以往像这种单手把的稳定器 它都是需要再另购一个桌上型的脚架 好 那这次不用 那比后的这次它有附了一个 好 我手底下这一个 好 小型的一个桌上架 好 让你方便可以调整 好 那再来就是 之前在EC1或是DS2AR 他们所采用的快板 算是forMephoto的 好 可是它没有办法上到 比如说像 Mephoto系统上面的云台 好 比如说像Sarcher 好 或是Mephoto本身的502 这个系列的云台 那现在这一款新的Pivot它就可以 好 把电源稍微关掉一下 我就可以很无缝的直接上来 就是如果今天需要用到云台的时候 它就可以做一个操作 非常的方便 好 如果说你今天是要使用 未来如果说它会推出一个追焦器 那它这边是可以上一个追焦器的一个转接套件 好 所以它在它的稳定器上面呢 它的侧边它各有两个四分之一的螺丝孔 所以说未来就是它如果出了追焦器的转接器的时候 它可以先接在这里 那追焦器的那个马达 它就可以锁在后 就是前方这一个快板上面 好 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在连接F上面的时候要的操作 那基本上呢 不管你今天是用IOS系统或是Android系统 你只要事先去大家的那个APP的程式下载那边 好下载这一个iCAN 大家可以看一下 iPad Gimbal的这一个APP 好黄色的这一个选项 好 那点进它的连结也非常的方便 你只要事先的先把你的蓝牙打开 你也不用去做配对 好 就是在做连结的时候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选项上面 就会出现一个Pivot的这个选项 那如果你是之前 比如说买的DS2A 或者是后期 好 可能去年下半年买的ECY 它也支援就是这一款APP的连结 好 所以说你再也不用就是 进到电脑软体里面 去调整到不对的参数 好 那我现在先点选进 让大家看一下 那另外附带题就是当它在做连结的时候 原来Pivot后面后方的这个资讯 它就会显示一个是一个蓝牙的讯号 好 也就是说 现在的控制就是 借由这个手机去做控制 好 那它的预设画者 会是在一个 控制的那个选项上面 比如说我可以 藉由这一个 好 十字的 可以去旋转 它的那个 方向 那上面这个横向的部分呢 它可以去做 然后 就是侧转 那在最上方这边 它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目前的那些 比如说电池的资讯啊 好 那大家会发现 好像它都是英文版本 没有中文版本 好 其实你在Setting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在 右上 左上角 好 这里可以选择 它会可以选择英文跟中文 那只要点选中文的部分 它所有的介面就是在 在中文 好 那你在操作上面就会很方便 那 以往就是它 比如说我们在切换模式 模式一 我们可能是 常用的锁定模式 好 然后模式它就是一些 比如说跟随模式 但 藉由这个APP 你可以去更改它的顺序 好 就是我想要模式一 是我常用的是跟随模式 然后模式二 我可能就是把它设定在 锁定之类的 好 这样方便你 就是个人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好 我可以很 一个人的喜好去做操作 好 那在APP上面连结也非常的快速 好 就是我们有试过就是 比如说在DS-2A 或是在其他的 比如EC-1上面 好 EC-1就是指 你可能如果说你是使用EC-1 你可能就是在去年的下半年 后半年它们出的 大部分都是有支援蓝牙的 它就支援这套系统 好 好 那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那个新品的介绍 好 那这个Hybrid呢 我们这次进来的数量非常的有限 大概只有进大约50套左右 那之前 我们陆陆续续会出给就是有预定的客人 那如果欢迎就是你们下礼拜也可以欢迎 或是今天开始就是待会新品直播完之后 你们也可以来这边试用 好 OK 那 大家还有什么 现场有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 那没有 可以用多久 呃 冠冠的数据它大概是可以用 大概6到10个小时左右 好 那 这个部分呢大家是要看 你在调整平衡的时候 是不是有平衡到到位 就是比较精准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的在调整平衡上面 有差了一点点 那可能在使用的时间 就会稍微再缩短 还有吗 好 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新品直播 好 那欢迎各位就是大家来试一下 那个最新的Behold的Pybit 那 顺便公布一下就是 它的价钱 跟之前11万一样 只要2万2 好 就是它可以承载到3.6公斤 它只要2万2而已 那再来就是 它一样有附一个充电座 好 然后3K18650的电池 好 顺便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里面的盒装 这个是它的盒子 包装精美 好 就是比之前的要再更漂亮一点 好 那欢迎大家来试 OK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5 5 6 9